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调用它的方法都非常的轻松 但是在这里呢 咱们要实现这个链表的操作会稍微复杂一点 OK 首先咱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吧 什么叫链表 链表什么呢 听这个词 大家应该都会稍微有一点点自己万文生意 对不对 其实你是对的 链表 对吧 那感情像什么 像是表格一个东西 要让它们有一些链子 对吧 互相去锁起来了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样 对于链表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火车 假设这有个火车头 对吧 这会涂涂冒气的 这一个火车 然后火车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火车它开的时候 火车头往前开 然后呢 它会有一些连接 它火车头连到了第一节车厢 然后第一节车厢连到第二节车厢 第二节车厢连到第三节车厢 对吧 当然这是一个拉煤的火车 画点煤山 是这么一个火车 对吧 然后这是链表的一个特点 它呢 里面的每一项不仅包含了它本身的内容 而且呢 里面的每一项还连接了后面一项 对吧 如果在系研里面呢 它连接的是一个地址 但是呢 在咱们在JASK里面呢 咱们没有地址这个概念 对吧 所以呢 它直接指向了下一个对象 OK 其实它们俩是等价的 所以呢 咱们这节课要开始实现这么一个链表这样的结构 对吧 它其实也像链这样 一环扣一环 右环扣一环的 每一个环的都扣着后面那个环 OK 这一点呢 相对来说会复杂一点 因为呢 我们要需要再用到上节课讲的一个东西叫辅助类 辅助 对吧 辅助类 我就不写了 辅助类 像我们上一课用到辅助类什么 是 我们上一课用到辅助类包含了 它是用于创建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包含了一个会员的名字 对吧 以及它的优先级 比如说小名 它优先级是6 对吧 就是我们创建了这么一个对象 那么这节课呢 咱们回忆一下刚才我说的 我说里面的每一项怎么样 要包含它自己本身的内容 element 假设啊 叫element 然后呢 同时要包含了下一个内容的地址 放在next里面 ok 所以呢 这是咱们要再次用到辅助类了啊 希望这点呢 对你的 让你对面上对象呢 会有更加深刻的一些理解 ok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链表 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好吧 就像这里所示的 我们这个链表里面呢 它会有很多的东西 首先里面的每一个东西叫node 对吧 一个一个节点 然后那每个节点 包含了它本身内容之外 还包含了这个next next呢 是指向下一个节点的一个呃 变量 对吧 或者是指针 但说指针有点怪怪的 同时呢 链表还有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链表头 是一个元素 链表尾是一个元素 ok 那这里链表头是什么 链表头是这一个 对吧 那链表尾呢 就这一个 然后啊 接下来 我们稍微的去实现一下链表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要注意链表的东西呢 呃 除了我们这个辅助类 这个node这个辅助类之外 我们还记录链表的其他东西 因为我们之前说这个站 跟这个对列的时候 是不是都用了一个 items items 来包含它们的元素 那么我们 在 获取站或者对列的长度size的时候 是不是直接可以通过这个输主的什么属性 还记得吗 通过它的less的属性 来直接获取 但在这里咱们如果不用这个输主了 那咱们只能手动的去记录它的长度 懂我意思吧 手动记录它的less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要记录我们的这个 链头head 链表头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记录呢 因为 比如说你想获取里面某个元素的话 那么你看 你只能在这个链表头开始不断的通过这个next去查找它里面的元素 懂我意思吧 所以呢 咱们必须把这个头记录下来 ok 比如说你是开火车的对吧 你得 你想去火车上找某个元素 你是不是得一节一节车厢的找下去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要记录这几个东西啊 一个是它的长度less 一个呢 是它的链表头head ok 这是咱们程序大体的一个框架 好吧 啊 同样的跟之前一模一样的是把这个代码这个文件夹对吧 拽到vscode里面来 啊 这个就可以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链表 链表.js ok 然后呢 index.html里面呢 把这个对列的注释掉 然后去获取一个 啊 把链表的引诱进来 好了 咱们开始链表 首先把它定义为什么呢 叫 嗯 定一个类对吧 咱们已经习惯link list link list等于 function ok 那咱们不需要定义item了啊 至于这次咱们要定义什么呢 第一个head 链表头啊 暂时定为no 为什么是no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我们链表里面的每一项肯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东西 肯定是object类型 对不对 那么no呢 就是表示 no呢 是不是也是object类型呢 当然它表示一个一无所有空的一个对象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把它视为no相对合适一点 然后呢 要记录它长度 现在长度呢 肯定是0 初始长度 然后呢 接下来就到咱们的辅助类了 vnode等于 function 想一下 我们的辅助类在创建的时候需要什么东西 需要它本身的内容 element 对吧 element 以及它指向下一项的一个地址 next 但next这个不需要 呃 不需要手动的添加 对吧 我们的程序在插入这个node的时候呢 会自动的添加 懂我意思吧 啊 当然这个呢 咱们先忽略对吧 然后呢 this.element等于element 然后呢 this.next等于no 暂时没闹 对吧 还没有 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 咱们咱们这个那个例子里面 是不是说每一个元素都包含了它自己本身 以及下一项的内容 对吧 那这 那链表里面的某一项内容 当然是我们手动的去设定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啊 下一项呢 去是程序自动的去生成这么一个链表 要么它就不要链表了 对吧 好了 辅助类搞定了啊 咱们写点备注 嗯 这是 啊 链链表头 然后呢 这是链表长度 然后呢 这是一个节点 啊 辅助类 辅助类 节点 好吧 好 接下来啊 跟之前学的东西一样 那咱们先去看一下链表它需要的操作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全的一个图 对吧 但是呢 那大家会发现它操作很多 因为这里只列出了链表操作第一个 ok 然后首先是 呃 从哪开始 从这开始吧 插入元素 insert 那么insert的时候 插入某个元素的时候 比如说啊 我们已经有了这么一个链表 对吧 它指向它 那我原来在它中间插入元素 是不是得首先确定我们要插入这个元素的位置在哪 position 以及要插入的内容是什么 对不对 那么ok 第二个 咱们在尾部添加元素 就是说往这个链表的尾 对吧 添加一个元素的时候 添加到这个now里面来的时候 把这个添加到这个now里面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用这个名字叫append 对吧 尾部添加一般叫append 对不对 那呢 写上element 添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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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然后再接下来下一个方法index of 这大家可能有点熟悉 对吧 咱们的strng trng strng类的圆形里面是有这么一个index of方法的对吧 获取元素的某个所以 比如说 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咱们链表现是这样的 4 5 6 然后你要插一个元素 比如说insert 我简写一下 在2里面去插一个1 这也会怎么样 1 2 在这插一个1 对不对 这是插一个元素 然后尾部添加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4 5 6 还有刚才那个例子 然后append 1 会把它添加到最后面来 对吧 然后index of 比如说4 5 6 咱们去index of 4的时候 就会获取到什么 会获取它下标0 返回0 懂意思吧 就是这么一些操作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要看链表第二部分操作对吧 刚才主要是添加以及寻找它的位置 那么第二部分操作呢 就是主要是移除 比如说在这里呢 咱们移除了一项 对吧 remove 但注意这两者有点不同 一个是remove 一个是remove at 那这两者的区别主要在哪呢 remove呢 是直接根据这个元素去移除 比如说4 5 6 然后呢我remove remove4 会怎么样 把这个4移除掉呗 对不对 但这个remove at呢是怎么样 是根据position 根据位置来 来进行这个移除的 比如说咱们执行同样的456 咱们再举一遍例子 456 然后呢remove at 其实这有点好理解 at从哪里嘛 对吧 at哪呢at1 那么应该会把这个5移除掉 懂我意思吗 这是两个方法 一个remove 一个remove at 它们两个不同 但是我们会先怎么办呢 先实现其中某个方法 然后呢接下来再去实现 嗯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咱们会有一个代码复用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为什么 因为咱们有个方法 就是indexof 还记得吗 indexof 是怎么样的 element 是不是它们三指之间好像有什么奇怪的联系 对不对 它能够获取某个元素的下标 它是在某个位置去删除元素 它呢是直接删除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复用 这一段代码呢 嗯想一下 咱们先从这里开始想 如果我们调用indexof 会获取到什么 获取到一个元素的下标 那么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用remove add 去根据这个下标去语除这个元素 所以说咱们的remove这个方法 remove这个方法 ok 它会删除一个element 对不对 然后呢首先我们调用index indexof element 去获取到它什么 获取它的下标 对吧 比如说叫i 然后用什么方法 用remove at i 对吧 我写一个括号 remove at i 这是它的位置 然后这样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remove方法就不用写了 只要用这个indexof方法跟这个remove at方法组合起来 就能实现它的功能了 对吧 这是咱们说的一个有趣的东西叫代码复用 复用咱们的代码 ok 重复使用嘛对吧 不要浪费 再写一遍的话未免显得有点太傻 因为你也只能这么干 呃我们要实现一个 在这个尾部添加元素的方法append 其实它添加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假设在这个例子里面咱们链表暂时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那么你append1的时候 相当于什么了 相当于你不仅要把它添加链表里面 而且呢要把head指向它 对吧 因为咱们链表需要设置链表头的呀 链表头的呀各位 所以呢 咱们要 啊 在添加的时候同时呢 要把它设为head 然后呢 别忘了 第一点啊要把它设为head 第二点什么 链表长度呢 要加加 ok 这是 假设链表为空的情况 对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 链表不为空的时候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链表不为空的时候呢 会稍微复杂一点 对吧 那那你应该怎么办 把它添加到最后面 ok 把它添加到最后面 那怎么添加呢 我们选一下链表尾 对吧 这链表尾链表尾的标志 我们知道 往最后添加是什么意思 就是往这个尾巴里面 往这尾巴的next里面添加 到这来呗 对不对 那么链表尾的标志是什么呢 链表尾的标志是no的.next 比如说这一个东西的next是什么 是no 诶 如果它的值是no 说明是不是已经到了链表的尾了 对吧 这是毋庸置疑 比如说你在火车上 对吧 火车上 你走到这了 再往下走呢就是铁轨了 对吧 那么你好无疑问 你就在最后一节车厢上 对不对 你已经在火车的最后一节了 对吧 我把它补全点 火车 冒烟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下一步你都走到铁轨上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个就是最后一个 一节车厢了 那么同样我们如果我们的node的next呢 是no的话 如果某个节点的next是no的话 那么它就已经是链表的尾了 好那我们怎么去寻求 这一个链表尾呢 这是一段代码的演示啊 比如说咱们设一个slant 什么意思 是当前的意思 懂意思吧 当前 如果 首先 我们说了链表要从头开始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顺序的一个结构的 所以呢 首先是把这个当前的设为头 从头开始对不对 然后 当 这个链表 当当前这一项有next的时候 是不是说明它还不是最后一项 所以呢 我们通过 更新自己的复制的方式 对吧 sorant 当前的下一个 重新设为当前元素 然后呢 不断去执行这个循环 然后呢 最后 当这个什么 这个循环什么时候退出呢 当它等于no的时候退出 然后呢 说明咱们这个sorant已经指到哪了 已经指到链表的这个尾部了 所以呢 sorant.next 就等于一个新的节点 ok 然后呢 let's加加 ok 这一段听起来可能有点蒙对吧 ok 我再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这个过程啊 首先我们会有很多个节点对不对 很多个节点 然后呢每个节点都会指向下一个节点 对吧 他的next 会指向下一个节点 然后呢他next都指向下一个节点 ok 我们从头开始 sorant 是他ok 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去检查sorant.next 在不在 ok 他的next在吗 在啊是这个节点 对吧 这是尾部节点是no 对吧 ok 他的next是什么 是他 所以他存在吗 ok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开始继续往下找 所以呢我们令sorant 这个变量对吧 向后移动一位 再去检查他的next在不在 那么我们再检查他next在吗 不在为no 所以呢循环就给退出了 多意思吧 我们会一个找完他 他next有吗 ok 咱们去到下一节车厢对吧 假设这是一个火车 咱们从火车头开始 ok 有下一节车厢吗 有 好那我去到下一节车厢 那我们再往后看还有下一节车厢吗 没有了 ok 那那我们就把最后一节车厢放到这里 这么一个过程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去学这个 我们不断的更新sorant的值 ok这里可能需要稍微的去思考一下对吧 那应该大大部分的同学都没有问题 好了我们先实现第一个方法叫append 链表尾尾部添加元素 ok这名字叫什么还记得吗 叫this.append的function对吧 element 要首先无论如何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都可以直接的挖一个node 就咱们要咱们新创的一个节点等于什么 等于newnode 对吧把element传进去就可以了 要不想想这个node是什么东西 node现在它是一个对象对不对 ok我在这里稍微慢一点 让大家方便来理解 node现在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对象 它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element 一mnt对吧 就是咱们传进了这个element 然后呢它还会有一个值叫next 是什么是node 懂意思吧 因为它是要添加到尾部的嘛 对不对 或者说它还没有确定它下一个是什么东西 好了咱们要区分两种情况了 if 啊 head 等于now 说明链表是什么 还是空链表对不对 因为咱们初始化为now这个值了 然后怎么办呢 head等于node 对吧 是不是要head等于node 然后就完事了 就把它设为链表头对不对 然后呢 else呢 else就是说链表很像是我们要通过well选的 哇 首先 从头开始查找 然后呢 用well循环不断查找对吧 thorrent.next 如果它的next存在怎么办 就说我们上一 上了 从火车头开始 寻找看看下一列车厢在不在对吧 下一列车厢在 咱们再往后看下一列车厢在不在 如果下一列车厢一直在怎么办 继续往下走 thorrent等于thorrent.next 继续往下走 直到最后 这个next为什么时候 一定会走到链表尾 链表尾的next是什么 是now 所以这时候well循环会自动退出 所以我们当前 well循环执行完之后 循环 执行完之后 肯定怎么样 thorrent 表示 已经是 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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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链链表 链表 最后一项 就是说你肯定 呃像像像像像像在这对吧 像像 就说如果你站在火车的某一列车厢上面 你看到这列车厢后面已经是铁轨了 已经没有车厢了 那么你是不是肯定你已经站在最后一列车厢 对吧 这一点应该不用质疑了 要怎么办呢 最后一节车厢 sorrent the next 等于node 就把把把咱们这个新的车厢对吧 并到这个最后一列的后面the next 然后怎么办 最后程序执行结束 let's加加 ok 是完成了 咱们去试一下吧 ok 去试一下 但是呢咱们这里需要一个方法去 方便咱们去访问四周边 对吧 this.get head 获取一下头对不对 return head ok咱们看这个对不对 好了 咱们没有用宿主对吧 这没有骗大家 然后呢在这里在浏览器里打开这个 index.html 然后呢 var error 等于 new linky list error 就是这么一个链表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get head 会怎么样 汇取头有吗 没有头 ok咱们开始添加东西了 append 添加什么呢 1 添加2 添加3 然后呢我们去get head看看 他头会是什么 是一个节点no的一个类看到没 然后呢他的element 他的元素什么是1 这没错吧 然后他的next呢 又是一个节点 是什么是2 然后我们发现 这个2这个节点呢 他还有next对不对 然后呢是3 但3是链表尾了吧 他next是什么 是now 说明他现在结构是这样了 对吧 是 1 2 3 now 是怎么样呢 第一项是什么 是1 然后呢他的next是这一项 2 2的下一项呢是3 3的下一项呢是now 是不是说明他就是链表尾了 对不对 说明咱们的这个链表呢 就是这么一个 这个结构已经表示完成了 对吧 他的一个小东西 对吧 他的append的方法 已经我们已经实现了 对不对 考虑两种情况 一种是链表尾空的时候 那么链表头 把实际链表头开了 那不为空呢 就得不断的不断的去查找链表的下一项 直到没有下一项了 咱们再添加到最后 对不对 这个呢代码实现也不算特别复杂 就是用了几项代码实现了 好 这是链表尾添加元素 对吧 咱们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 是在某一个位置去查用元素 对吧 要insert某个元素 好 那咱们先休息一下 把这个代码的大体框架先写一下 然后重点是什么呢 理解这个sorrent.next 就这三行代码重点理解它 它代表一个什么过程呢 我们上了一节车厢 对吧 看到下一节车厢还在 那么继续往前走 这么一个过程 好吧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它